我该怎么告诉苏宇 她躲在你的孩子 已经给家电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当生孩子的女人吗 对了 小姐 上个月底我回家 我堂姐阿娥家的儿子刚满月 小姐 你问这个干嘛呀 如果有机会 你堂姐愿意到南京来当奶妈吗 那太好了 阿娥家穷刚好想找个奶妈的活呢 小姐能帮她介绍啊 让她来我们家吧 可 可咱家又没孩子 现在没有 兴许过两天就有了 你好 是新护报吗 我想找你们的一位记者 叫高丽博 什么 已经辞职了 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上个星期 谢谢 好啊 让她帮我办理退谷的事情 总是找借口 现在一生不响就辞职了 这里边肯定有问题 不行 我要去找她 好你个高丽博 我 原来你一直在护怒我 在骗我 我 下一个啊 好 拿好票啊 下一个 这不是八方雅集的谢老板吗 你是 谢老板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八方雅集 我是专门采访过的 我是记者高丽博 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我想起来了 高先生 好久不见了 谢老板从哪来啊 南基 不用叫我谢老板 我现在已经不是了 怪不得 我去过八方雅集 都没见到你 好好的为什么不做了 说来话长 谢老板你看 这么大个地方 相逢就是有缘 能不能请你喝杯咖啡 坐了很久的车 我累了 这样吧高先生 如果下次再遇到你呢 我一定请你喝 好 我是真的 什么 我没有想要吃 你 还想要吃 吗 你吃了 好 你吃了 你吃了 我吃了 你吃了 我吃了 你吃了 我吃了 谢老板 高先生 不好意思啊 高先生 打扰您了 谢谢 是我打扰了 我要谢谢他 因为是他让我有机会 和谢女士聊一聊 照你这么说 我也应该谢谢他 刚才和高先生这么一聊 我非常惊讶 你对现代艺术 竟然有这么独到的见解 跟您聊天 受益的人是我 哪里 不过我有一个见解 不知道谢女士 是不是认得 现在国内 对艺术的见解太老了 他们不肯用一个新的 死为新的角度去看问题 所以说 这种情况下 西洋派画家 不会走 我太同意你的看法了 不过毕竟 能这么想的人不多 难得高先生 可以这样想 而且又认识这么多人 我觉得 你是不是应该 替这些不得知的 西洋派画家 说说话呢 这种事情 其实一两个人说 是没有的 对了 下个月有个画家 南北连展 国内有很多一流的大师 都会出席 他们会送我请柬 如果谢女士有机会 或者说有空的话 可以跟我一起去 到时候 我们为西洋派画家 振臂一呼 太好了 不过这次 我在上海留不长 你稍等一下 这个是我在南京的地址 如果方便的话 可不可以请你把擎帖 寄到这个地方 当然 来 那首先祝福那些西洋派画家 还有就是要谢谢这些礼盒 这人到底去了哪里 他到底去了哪里 他怎么会打到呢 这两个人 吴起来 你上海了 说了 你上海了 你上海了 那他不出席 让人去 伺候你 我不用你伺候 这个是违想什么呢 这是大少爷给您的信 娘 经过这半年多 娘对儿子的怒气 应该消减些了吧 再过两个月 就是娘的寿贷 儿子决定 届时带着七小 一会儿回家给娘败寿 也希望到时 能见到二弟姝寒一家 终于盼到你们回来了 娘终于盼到你们回来了 好 你好 好 我是 我 我 你 好 我 我 这个 不是 老板娘 快点啊 来了来了 您的 谢谢 八万钱 素云是个好妻子 她的家庭本身圆满的 但现在 我就要带走她肚子里 一位出世的孩子了 老板娘 再给我一张饼呗 好嘞 好嘞 来了啊 这个 三万钱 你怎么回事啊你 这个饼这么油又这么烫 你烫着我了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的 真烫着了吗 是烫着了呀 你这个饼我不收钱了 行吗 当然不能收我钱了 你还得赔我呢 这 赔多少钱啊 反正得赔我 你今天要不赔我 我觉得是告你伤害 对不起 走走 上去查几句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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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呀你 人家就医孕妇 我看也没把你烫成什么样 闹什么闹啊 放屁 没烫着你 当然无所谓了 你不烫 我真的不是故意 你今天要不赔我 去警察局 走 我给你赔罪 不行 求求你 别让我去警察局 走 我求求你了 对不起啊 我给你赔罪 走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 对不起 走 放开 这是太过分了 够不够 这么多啊 这还差不多 走 你看这个人呢 你 你 怎么回事啊 你把钱都给他 今天就拜托你了 都怪我没出息 你挺着个大肚子 还要赚钱 委屈你了 没有 是我自己 我太笨了 爸爸 妈妈 没事儿 没事儿 宝贝 妈妈不是没事儿吗 看看吧 看看我们这过的 叫什么日子 没事儿 做生意都这样 碰到个不讲理的人 有什么了不起的 没事儿啊 妈我回来了 回来了 饿了吧 嗯 爸爸呢 你爸呀 到西边写生去了 妈呀 这也给你做饭去了啊 妈你怎么了 го 你看 你怎么了 妈没事儿 天天 妈跟您说 你现在赶紧去西边写生去啊 把你搬来 然后再去老咕噜爷爷那儿 让老咕噜爷爷去擒产坡 妈 妈没事 快去 快 别急别急 等死我了 快来 快来 你再使点劲 使点劲 快 打门水去 来 打门水 水 对对对 门水 使点劲 使劲了 停住 铲破 铲破 来来来 热水 热水 恭喜啊 恭喜 是个小子 抱一抱 抱一抱 这宝宝 你看哪 拜拜 那哪有味 那哪有味 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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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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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已经生了 家人年已经到了 我该怎么跟孙明说 天啊 我该怎么办 啊 可爱吗 嗯 天天啊 你学堂上了这么久了 不如你给弟弟取个名字吧 妈 您真要让我帮弟弟取名啊 你给弟弟取个小名 大名呢 让爸爸给弟弟取好不好呀 嗯 妈 我希望弟弟身体健健康康 那咱们叫他小剑好不好 好啊 小剑 小剑 睡着了 小剑啊 姐姐给你取了个名字叫小剑 你喜不喜欢啊 妈 刚才爸爸没抱弟弟就跑了出去 现在天都黑了 爸还不回来 是不是爸不喜欢弟弟啊 怎么会呢 爸爸呀 是想出去散散心 一会儿就回来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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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了 嗯 快过来看看儿子 嗯 过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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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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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过去看看孩子 这孩子不能领悟 你说什么呢 我跟他说好了 但是说好了 说好什么了 当时婷婷被人绑架了 既需要钱 我记得没办法 你怎么好端端的 这都婷婷身上了 这关婷婷什么事啊 酒婷婷的钱 不是大哥给的吗 我和大哥很久没联系了 他连你又怀孕了都不知道 那钱不是大哥给的 是谁给的 一个好心的女人 就是她拿出钱来 但是她说 你肚子里的孩子 一生下来 就得送去给她收养 你说什么 你刚才是说 你把我们的孩子 卖给了别人 她是你的亲生孩子 为什么 妈妈 爸爸 你不能把小金送人 小金好可怜 连爸爸妈妈都还不认识 她是你的亲生儿子 你怎么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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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起来 妈 你别动 我起来 起来 记得说话 妈妈 你把我送给别人 没关系 我认得回家的路 我过去 我刚一堂堂跑回来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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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你实在已经都为 这一幅天地了 我们孩子的父母 是要做天打雷屁的 求你 求你别这么做 我求你 我求你了 宋云 你们娘三好好的 把两个孩子带到 我这儿就跟他们说 这孩子咱不送了 出什么事 我去陆老地宅 你不能进 父母 宋云 宋云 快去吧 起来 起来宋云 你不能进 我答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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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昨日 我能答应你 大威力 你 你得带我去见见那个女人 我要确定 那却不是真的会等我的儿子 答应我 答应我 我 天哪 为什么要唱对我们一家人 什么 素云要见我 可是舒寒啊 生母跟收养人之间还是不宜见面的 以免日后会纠缠不清啊 我知道 佳颖我真的没脸再说下去了 我现在连做男人的最后一点尊严都没了 我 我只求能保住当时对你的承诺 求你了 去见一下素云 好 我答应你 我是没了心还是没了根儿啊 怎么能答应说还把孩子送人呢 再好的人家 也比不上自个儿的亲蝶娘了 那咱们借钱去还给那个人 就可以留下小剑啊 婷婷 怎么可以跟谁去借钱呢 谁用那么多钱能借给咱们呀 要是你大伯父还在伤害就好了 可是奶奶在啊 你刚说什么 奶奶 婷婷 真是太聪明了 奶奶这么想抱孙子 她肯定会帮咱们的 这样 你帮妈妈看着小剑 妈妈去找奶奶 你在上海吗 我想跟你打听个事情 什么 上海青帮 根本没有投资金矿的事情 那挖金矿呢 也没有这回事 啊 没什么 我只是听别人说起 随便问问而已 麻烦你了 这个王八蛋 居然敢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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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骗我 你来干什么 谁让你进来的 啊 我不要看到你 我一看到你我就有倒霉的事情 张管家 张管家 娘 哎 我是来您报个喜的 不然 报喜 念她出去哄她走 娘 自打运上这个丧门兴扫把兴 我们堂家没有一天好日子过 到大没了 念她出去哄她走 娘 您还没听我说什么呢 哄她出去 娘 我不听 我不听 哄她出去 娘 我不要听 我不要听 你有孙子了 有孙子了娘 走 走 走吧 走吧 忽灵症生气的啊 赶日再来吧 张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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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娘 你听我说 你有孙子了娘 娘 娘 你这是怎么了 也不肯理我 也不肯听我说话 我小剑怎么办呀 小剑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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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奶奶就来了 奶奶啊 绝不会让爸爸把你送走的 啊 素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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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婷婷 婷婷 春花姨 您回来了 回来了 我供摸着你妈该生了 我妈生了个弟弟 真的啊 嗯 来 快让我瞧瞧 好漂亮的孩子 哎 哎 哎 你妈呢 我爸爸要把弟弟送人 哎 妈去找奶奶了 什么 哎 哎 糟了 我爸爸带人来抱弟弟了 啊 哎 快 我们走 我 佳音 你在外头先等一下 我先进去跟苏云打声招呼 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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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婷婷 放肩 苏云 你把 hail难抓 走 我 cham 苏云 苏云 舒函 到底怎么了 苏云和小剑突然不见了 连婷女也不在 坏了 苏云曾经跟我说过 说我要是把她逼急了 她就带着孩子去死 舒函 苏云 苏云 你怎么坐在这里 脸色这么难看 你是不是生病了 来 我扶你起来 来 怎么了 我没生病 真的没事 我只是 刚刚生完孩子 我给舒函添了一个儿子 你给舒函生了一个儿子 那可是天大的喜事啊 我来跟娘说 不知道娘在发什么脾气 她就是不肯听我说话 苏云啊 你今天来得真是不巧 夫人最近啊情绪特别糟糕 见谁骂谁 你又不是第一次被她骂 那天趁她心情好的时候 你干脆把儿子抱过来 那夫人就高兴了 她就来不及了 怎么来不及了 没事 就想一夜 我孩子还在家里呢 我要回去看着她 你身子那么虚弱 怎么行啊 我陪你回去 顺便可以看看二少爷 来 行不行啊 小心点 舒函 没找到吗 西边和山下我都找了个遍 哪都找不到 她们母子俩要有什么三长两短的 我该怎么办 我真对不起她们 老天爷 我求你发发自卑 让她们母子两个平安地回来 只要她们能回来 我一定不带走孩子 我会让她们全家团聚的 老天爷 我求求你 唐楚涵 淑花 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刚到 还好我回来了 不然小剑 早就让你这个没有良心的爸爸给卖了 把小剑给我 滚一边去 你给我 现在想起小剑来了 哟 我当是谁要埋走小剑呢 原来是你这个女人 哼 我说呢 你怎么之前对我们家苏云那么好啊 原来你咋从一开始就没安好心呢 呸 真是够阴险 够恶毒的 真是可怜我们家苏云 还把你当做什么大善人 你真没想到 你当着苏云的面儿一样 背着苏云又是另外一个样 别胡说 你冤枉嘉义 嘉义 呸 呸 你叫的真都热乎的 怎么了 我冤枉他 你心疼了 但我说 你怎么会心疼心疼宋云呢 哦 哦 原来你们俩 是合起火来欺负苏云的是吧 我真是看错你了 真是个复兴汉 你没良心 你不是男人 你没资格评论我 这是我的家事 把小剑给我 滚开 给我 你休想 你休想把孩子给那个女人 我说 你是什么东西 想要孩子 你不会自己生啊 想生孩子 你不会找个男人嫁来再生啊 干嘛要来拆散别人的家庭啊 哼 不就挣着自己有几个臭钱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说够了没有 你怎么可以不分青红造白 你就骂人呐 我骂你怎么了 只有苏云那种傻瓜 才能当你是好人 蠢话 我看哪 你一个没有出嫁的姑娘家 哪能想出这种妖蛾子 芭城 是看着孩子他爹了吧 别胡说 我胡说什么 你瞧瞧他那双狐媚眼 什么还舒寒的财啊 我呸 明明是勾引你扯的幌子罢了 你心里头盘算着什么 我清楚得很 不就想趁人之危 抢人孩子 夺人丈夫 夹一 不觉得你这样过分吧 夹一 爸爸 你别走 盈盈 你爸爸呀 他就喜欢追人家 哦 小剑不哭啊不哭啊 如果你春花仪在 谁都不能把你抢走 哦 小剑不哭啊不哭啊 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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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他不是故意的 你别往心里去 求求你 我不想再说这事了 走 别走啊 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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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停一下 蘇云啊 我不送你了 你先回去吧 啊 师父明得理 秋香仪 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 夹一 夹 智远 这个人长得好像之人啊 太香了 妈 夹一 妈 你小心点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刚到 我供摸着你该生了 特地赶回来的 妈 你小心点 没事 夹一 苏云啊 你看上去怎么那么憔悴啊 快坐下歇一会儿吧 好玩吧 睡着了 真没想到 我一回来 你们家就发生那么大的事 妈 您见着奶奶了吗 见着了 没事 嗯 素云 你放心吧 小剑他现在安全了 那个谢佳音 已经被我给骂走了 我想 他是没有脸 再回来抢孩子了 你说什么 谢佳音来过这儿 是爸爸带她来的 苏云 你还不知道啊 哎呦 真是傻 你都不知道 舒寒把小剑卖给了谢佳音 什么时候你自己被卖了 我估计你也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你说什么呀 什么谁卖给谁 你给我说清楚啊 妈 原来当初 原来当初借给爸爸一千五百块钱的人 是谢老板 谢老板 这不可能 当时我男人都跟我说清楚了 那一千五百块是跟别人借的 而且当时还跟我说 要是借不出来 还不起这个钱 他还得坐牢呢 不可能是谢佳音 算了吧 他坐什么牢啊 素云啊 不是我说你啊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傻的女人 男人都快跟人家跑了 你还什么都不知道呢 那个谢佳音 他根本就没爱好心 他打从一开始就设好了圈套 先抢走你的孩子 再抢走你的男人 春花姨 可是谢老板一直对我们家都很好 我妈还说 要我长大了以后学他呢 听听 你和你妈呀 都是上了那个女人的杠了 还当谢佳音是什么好人 根本就不是 他这完全就是趁人之威 更加气人的是 就连舒寒都上了他的沟了 那个谢佳音是可恶 可是你们家舒寒更可恶 我男人怎么可恶了 他 他只是一时糊涂 就怕他是装糊涂 咱们实话实说啊 人家谢佳音 有钱 有势 长得还漂亮 你要真说舒寒对他动心吧 也完全不是没有可能的事 要不你想啊 这天底下哪有一个做父亲的 会把自己的孩子送给一个外人呢 我看他就是乐的把这个孩子送给那个女人 将来他们才好有什么牵扯 还有刚才 那个谢佳音被我给骂走了 那个舒寒哦 马上就跟出去了 说不定他俩现在就在湖边的那个公园约会呢 约会 啊 湖边的公园 你这干嘛去啊 妈 我当然找他们说清楚了 你帮我看着孩子 哦 妈 妈 你别走啊 春花兽都没走 他看透了我 我是一个两面人 我心里面一直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你知道吗 舒寒 我偷偷地问了自己几千次 我手上小剑 真的只是单纯地为了帮你和宋云吗 当然 谢老板 你一直很热心肠地帮助我们 那你真的是很傻 你没有看透 才是说 还是说你其实没那么傻 你只是在装傻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你真的不明白 你真的感觉不到我们对彼此的感受吗 你真的感觉不到我们对彼此的感受吗 我们走吧 你的逃避什么 佳音 我们的爱 我们的爱 谢谢你 谢谢你 大发子味 可把小剑留在我和苏妮身边 我欠你的钱 能不能不要提钱啊 再见 你只会 你只会 回头太晚 我该走了 我该走了 佳音 全不处于她 不知道怎么样 我得回去告诉她 你可把小剑留在我跟她身边了 我得让她安心啊 你是我们的贵人 恩人 我每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的 我不要你感激我 舒涵 我不要你感激我 我只想求求你 我想让你知道我的感受 你知道我控制得多辛苦 你知道我有了多大的力气才可以抑制住我对你的爱 我这样装得真的很辛苦 可是我不想再装了 我想告诉你 我爱你 佳音 是这样 你喜欢的人不是我 是至远 至远她已经死了 至远她已经死了 我爱的人就是你 我知道这样不对 舒涵 我心里很痛苦 我不想做这么坏的人 我不想破坏你的家庭 我对不起素月 我对不起你的孩子 佳音 我控制不住 我真的喜欢你 佳音 我喜欢你 不要离开我 什么事啊 你不要再离开我 别这样佳音 佳音 佳音 我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我 我